焦点人物我们就带您来关注林玉婷 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深陷性别争议的 阿尔及利亚拳击手克利福 在四强赛他击败了泰国选手 同样晋级金牌战 阿尔及利亚移民都到场立庭 远在北非的乡亲也为他抱不平 不过这起争议让国际权总 跟国际奥会的不合浮出台面 国际奥会就批评国际权总常年腐败 因此将他们除名 而这也让克利福跟林玉婷 意外成为风暴的受害者 守在电视机前 阿尔及利亚这群亲友团 爆出欢呼尖叫声 他们都是在帮深陷性别争议的 女子拳击手克利福加油 家人信心喊话力挺到底 克利福不为性别争议延烧 在四强战中击败泰国好手 确定晋级金牌战 法国当地大批阿尔及利亚移民 全都急气为克利福加油 也很心疼他因为性别争议 遭到网路霸凌 不过性别风波越是延烧 反而激起阿尔及利亚人大团结 CN记者报道中指出 阿尔及利亚以及台湾 都是力挺自家选手 而国际媒体也逐渐将矛头 都指向闹出这起风波的 国际拳击总会 国际拳总不断跳针 指出克利福和林玉婷资格不服 却拿不出证据 CN直批这场记者会 缺乏事实又混乱无比 最令人诟病的是 国际全总主席克利福 言辞之间相当侮辱克利福和林玉婷 国际全总这番言论 是让奥委辉忍无可忍 奥委会力挺克利福和林玉婷 强调两人的比赛身份 在2023年以前都没有问题 也指出国际全总的检测 并不公正 而国际全总的主席 则是不断发文批评 奥委会主席巴赫 国际全总的主席克利姆列夫 就是被指出和俄罗斯关系 友好的寡头 这一次的性别风波 外界也认为是有政治意图 而委员会硬起来 指出拳击运动应该换人来管 否则2028洛杉矶奥运 可能没有拳击项目 选手变成最无辜的一群 克利福从小家境贫困 为了练拳击早就被霸凌过 没有想到如今到了奥运殿堂 却遭受了是国际级霸凌 身处风暴中心 克利福还得继续打比赛 也说面对争议最好的方式 就是他获得最终胜利 再来看巴黎奥运的运动攀登项目 女子速度赛 由波兰蜘蛛女米洛斯罗 以6.1秒的成绩夺金 而这位蜘蛛女 其实早在预赛 就两度的打破世界纪录 拿下银牌的大陆选手 表现也很优越 决赛主落后0.08秒 手脚攀爬飞快有力 他就是波兰攀登天后 女版蜘蛛人米洛斯罗 平时光练习就快得吓人 不过这次巴黎奥运 他又突破极限 预赛时就已经两度打破世界纪录 第一次爬出6.21秒成绩 第二次6.06秒 虽然决赛没能再打破新纪录 但还是以6.1秒夺下速度赛金牌 运动攀登上届东京奥运 才首度列入赛事 不过当时将速度赛 难度赛和暴时赛合并为全能项目 米洛斯罗尽管当时就曾打破世界纪录 但总分只排第四名 直到这次独立赛事才一举夺惊 今年30岁的米洛斯罗不止在波兰人气超高 也俨然成了这项运动的最佳推广人 他曾表示攀登其实无关年龄升高 因为运动过程要动用身体各个部位 是一种很好的全身力量训练 另外在挑战不同攀登路线时 也能增进灵活性促进心肺健康 对专注力和克服恐惧上都有很好的效果 而这次与波兰蜘蛛女速度非常接近的是 来自大陆的好手邓丽娟 她在决赛中爬出个人最佳的6.18秒成绩 摘下银牌 随着奥运带动热潮 大陆的攀岩业者也感觉报名课程的人正在增加 6岁到12岁是比较集中的领端 孩子们上课比较多的时间 就是周中的下午这个时间 然后还有就是周末 这两个时间我们有时候会出现 公平求这样的情况 大陆曾统计截至去年12月 商业攀岩馆数量已经高达636家 和2022年相比大幅增加了31% 数量甚至已经超过美国 业者开始苦恼教练 人数不够的问题 我现在整个来讲会有15名教练 但是我计划到我整个馆 全面开起来的话 还会增加将近3000平的这样一个 岩壁面积 至少还要再招一倍的人 根据统计运动攀登 过去20年内在150个国家 增加到了高达2500万名运动员 浙江杭州甚至有野外攀岩厂 提供四条不同难度路线 攻民众挑战 至于这次奥运攀登项目 将速度赛单独区分出来后 全能赛将采用暴时赛 暴时赛选手将挑战四条不同路线 在时间内完成 而难度赛是在路线最后的 40次移动中计分 虽然相关的赛事 才第二次出现在奥运会中 但观众席满满6000人观赛 也能看出攀登运动的受欢迎程度 别新闻 综合报道 尔巴黎奥运首次把霹雳舞 纳入了正式比赛的项目 我国好手孙震即将出赛 而这次赛事的幕后推手 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希望让国际更加重视这项运动 当然台湾也积极地培训 上市台事大今年也收取了全台第一位 以霹雳舞真审方式入学的提宝神 随着音乐一连秀出好几招 拿手地板动作 年仅18岁的许富雅 霹雳舞国手选拔赛 拿下轻女组金牌 全人女子组银牌 让她成功取得2026年 名古屋亚运培训选手的门票 我一开始学hiphop 然后我在hiphop那行下课之后 偶然看到breaking这个课程 然后就看到教室里面的 那些学生跟老师 就是做一些撑的动作 或是在地板上滚 然后我就觉得 跟我那时候看到体操很像 然后就有那些地板动作 然后就觉得很帅 他可能需要音乐性 可能需要原创 可能需要身体强度 又很多东西 就是你今天就算完成一场比赛 但其实到了隔天 你还是有很多地方 可以要加强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会一直是出一个 我永远还不够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一直想要练下去 埋头苦练 跳出自我风格 更写下新记录 顺利进入台师大体育 与运动科学系 成为全台第一位 以霹雳舞真审入学的体保生 更显见霹雳舞逐渐受到认同 加强部分可能就是招式的部分 就是基础的部分 没有打得那么扎实 然后现在就是会去打基础这样 希望下一届亚运 可以代表中华台北出赛这样 2022杭州亚运还有2024的巴黎奥运 都把霹雳舞这项纳入了正式比赛项目 就连2026的明古亚运也已经确定纳入 也让台湾民众开始重视到霹雳舞这项运动 大众对于霹雳舞的认识 其实是越来越多的 包含越来越多新闻在报道 比较希望的是说 能够让大家怎么样的情况下 让大家再踏出那一步 去真的去接触这件事情 例如说可能也许 向下扎根在国小或者是国中 上次亚运的话 比较多看到的是 自己跟夺牌的那些选手的差异性 本来就是为霹雳舞这老师 所以就是让自己走过这段之后 看到更多东西 带给自己 也一起带给未来台湾的新生代 练舞至少15年 更跳上杭州亚运舞台 刘承德虽然在16强遭淘汰 但吸取国际大赛经验 要传授给更多学生 从街头跳到亚运奥运 霹雳舞抛开过去负面标签 现在更从国小就开始培训 把完整的霹雳舞的技术打完 他要有三年的时间 如果慢的话可能要到五年 他把基础打完之后 他还要有一些想法的变化 可能出国看一下其他国家 再去内化之后 可能要再个两三年再做消化 其实就是巴黎迈首 这三个是主要的评分项目 并没有一个说 你做到什么动作可以拿几分 但是就会变成是这个评审 他自己的内容物 霹雳舞项目第一次登上五环殿堂 在巴黎奥运登场 我国好手孙震取得资格参赛 就连这一次的赛事主席 也是来自台湾的陈伯军 有一些这些年长的选手 其实他们发明了很多动作 甚至说你会看到很多动作 其实就他们的招牌的招式 难度也非常的高 那相差可能20岁的年龄 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些年轻选手 可能曾经一度非常崇拜 这些稍微年迈的选手 那也曾经可能稍微学习 他们的动作 再将这些动作 发挥自己的创意变化 可能也让难度更提高 而变成他自己的动作 这就是霹雳舞好玩的地方 七年前就开始筹备 从制定规则 临选裁判等都靠着多年经验累积 把街头文化带向国际 更要让大家看到台湾霹雳舞的实力 TVB的新闻王华林 连至周游宣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